小伙伴们 你们到底在哪里啊 怎么今天光之国一个人都没有啊 小赛罗一个人在光之国找了好久 但是都没有发现任何一个奥特曼 最后小赛罗只好再跑到光之国最高的广播台上去碰碰运气 可是这里依旧没有人 真是太奇怪了 小奥特曼们到底都去哪里了呢 小赛罗 我们在这里 赶快来玩啊 小赛罗好像听到了小伙伴们的叫声 随后他便循着声音 找到了他的小伙伴们 小赛罗 你终于来了 我们等你好久了 奇怪 你们四个怎么又出现在这里啊 刚刚明明我找过这里了呀 突然间小赛罗面前的四个小伙伴居然凭空消失了 这真是让小赛罗吃惊的目瞪口呆 四个大活人竟然就这样消失在他的眼前 突然身后又传来呼喊声 小赛罗 你发什么呆呢 快来玩呀 我们在这里 什么 四个小奥特曼居然又出现在了屋顶上 可是等小赛罗回过神来 屋顶上的四个小奥特曼又消失了 这可真让小赛罗怀疑起自己的眼睛和耳朵了 这大白天的 我不会是在做梦吧 小赛罗看着小伙伴们留下的玩具车 心中莫名有了一种悲伤感 小伙伴们 你们不要抛弃我呀 你们四个一直都是我最好的朋友啊 为什么你们四个选择离我而去呢 小赛罗 你转过身来 现在你面前有一道传送门 你只要走到他的面前 说一声芝麻开门 他就会送你去见你的四位好朋友 小赛罗根本没有犹豫 直接走向传送门 芝麻开门 赶紧送我去见四位好朋友 随后 小赛罗果真被传送到了别处 但是这前方的景象 真是出乎了他的意料之外 他的四位好朋友 竟然都被冰封在了仪器当中 中间还站着一个红衣陌生人 你到底是谁 为什么抓了我的四位小奥特曼朋友 而且还冰封了他们 小赛罗 你终于来了 我等你好久了 你的四位好朋友 现在没有生命危险 但是要解除他们现在的困境 还是要看你的表现 你要完成几个挑战才行 你这个红衣怪 我凭什么相信你 恐怕我完成了挑战 你也不会解除他们身上的冰封吧 小赛罗 你的担心是多余的 我这个人说话算数 而且你现在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你的四位小奥特曼朋友 如果被冰封时间太长的话 那指不定就有生命危险来用 要参加挑战就赶紧开始 那就赶紧开始挑战吧 我一定会完成挑战 救出我的朋友的 小赛罗 你可不要太自信 这项挑战可是有一定难度的 而且每个环节只有一次机会 第一个环节就是请你回答出 你们光之国的神秘四奥是哪四个奥特曼 看你年纪这么小 应该是回答不出来的吧 别看我年纪小 但是这个问题我可是能回答的 神秘四奥分别是奥特之王 诺亚前辈 赛加奥特曼 雷杰多奥特曼 这第一个环节我可算过关了吧 小赛罗 没想到你年纪这么小 就对光之国的事情这么了解 这一关算你通过了 下一关就是请你唱一首奥特之歌 而且必须唱得好听 奥特之歌是我最拿手的 这一关我肯定会成功的 在那遥远光之国 最帅最强是赛罗 未来战事是银河 守护光之国 风马太假和太罗 能比一丝和解的 保护人类不退缩 是英雄本色 责他 代拿 西卡利和甘亚 迪加 赛加 雷杰多和诺亚 所有相信光的孩子都强大 我这个唱得怎么样 绝对过关了吧 赶紧告诉我 下一个环节挑战什么 你的歌声确实动听 这第二关也算你过了 第三个环节就是要 集起爱心能量 必须要有足够多的 爱心能量才算通过 小伙伴们赶紧给四位小奥特曼 送你们的爱心能量吧 帮助他们解除冰封 谢谢你们了 果然 三个挑战完成后 小赛罗和其他小奥特曼他们 都回到了光之国 一切都回归了正常 对 对